HELLO 大家好,Arvie 在我身邊就是ACO的場主,Alex HELLO 我們知道ACO,大家都應該玩開車的 也有進來,就是玩旁邊Racing那邊的場 我們這裡有一個新開發的場,就是這個攀爬車場 為什麼你當初會搞Racing那邊,你會跨一個地方出來 是攀爬車的 最主要是我們想吸引多些人來玩 我們車場的宗旨,都是想推廣這個模型車 適合了,這個也是模型車 我們都是真的嘗試,想嘗試看會否更加多人來玩 希望他們兩邊都可以玩得開心 你這邊這個場,一些小山丘,一些小屋子的構思是怎樣來的 其實這些都是玩開那班曼爬的玩家 他們給我們很多意見,他們幫忙做 所以整一下整一下就搞到這樣 就一起設計了這個 一起設計,一起做的,他們都是 明白明白 那你自己有沒有玩攀爬車? 開始學習中 那你現在是玩開什麼車? 現在我在玩車 我也有玩過車車,你覺得他 跟Racing和攀爬比,你覺得分別是怎樣的? 我覺得像真,還有 性質當然是不一樣的 其實都是很不同的 玩下去的刺激感都很大的 想問你,你自己有沒有走過一次這個Track? 有啊,我有玩過的 有沒有說哪個位是特別難? 花了一些心思的 玩家要花一些技巧去完成? 其實如果現在來看就是這條橋 這條橋 這條橋就比較有些技巧 我都玩了很久才過得到 因為它是下面上來,你去到中間 落地之前那個位要慢慢離開 要不然整個車會聚落了 要拿一個平衡,都有點難度的 明白,但是應該大家所有很多 翻爬車的玩家都應該很期待這條橋 希望啦 那正式什麼時候會開放呢? 12月左右 12月左右會開放 大家要繼續密切留意這個ACO的翻爬車場 好,多謝Alex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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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